我們主要是第一個你要記一下這個網址 我把東西放這裡 然後要記一下 因為反正在期末之前東西都放在這裡 那我的習慣就是所有東西都放雲端 所以包含上課用到的講義 還有就是一些檔案等等的其實都放這個連結 另外有一些其他補充資料也是一樣 上面我有一個雲端白板 那這個白板主要是說畫面上面有一些你可能應該要知道 可能寫白板不方便 那我就乾脆把它寫到這個雲端上面 那好處就是說我隨時可以update 然後也比較可以記錄一些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說根據這裡面的東西 你去下載這個題目 總共有五類我剛剛提到 那你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這五類到底能夠學到哪一些東西 那也就是說啦 到底 比如說你在畢業之前 我是建議 你在ESEL上面 其實還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到底你要學會哪一些 那我覺得如果你沒有方向的話 其實你可以針對這五類去大家了解一下 上禮拜至少 ESEL你知道哪一些一定要守 第一個你對於基本函數 這函數是絕對一定要會的 OK 比如說函數到底熟不熟 其實我是覺得函數其實在ESEL裡面有多少個 250幾個 然後呢 數量這麼多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函數怎麼用 所以你要學的應該是學會 ESEL的一些函數的基本用法 那它其實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 那這個函數白話意思就是它的功能 也就是它可以幫你解決什麼樣問題的功能 就是英文叫方選 方選其實是功能 OK 就是幫你寫出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到底 比如說遇到哪個問題 要用哪一個方選 要用哪一個函數 那你要馬上能夠把問題的答案找出來 像上個禮拜我們有提到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 像第一個年齡怎麼計算 有沒有 那年齡的話你不能說我用眼睛看 1968 今年2023 然後你2023-1968 那減完 那你用計算計算嘛 那不可能 所以你要知道 原來ESEL裡面有一些厲害的方選 厲害的函數 它可以很快的幫你把年齡給算出來 那藉由這個方選計算完一個之後 它可以自動填滿 也就是你只要做一個 其他向下填滿 就全部做完了 也就是哪怕這邊員工 有十個 二十個也這樣做 那如果兩萬個 十萬個 其實也都這樣做 瞬間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說你只要把公事完成 那一件事情基本上就完成 那也就是說 那相反的 如果你不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就完蛋了 你加班到隔天 明天都做不完了 所以有的東西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技能就是會跟不會的一線資格 不會的人真的是 你會發現會的人兩下 哇好厲害 兩下就做完了 但是不會的人 你會發現他慢慢摸 摸一整天還是摸不出頭緒 所以其實像我發現現在職場上要的就是 找的就是會的人 有沒有 OK那怎麼證明說你是會的人 方法很多 其實證照我是覺得也是一種 參考的依據 像你們學歷啊 你們文憑有沒有 畢業證書也是一個證明文件 那一個文憑裡面 和證照其實都差不多 上面就是一張紙 那那個紙上面有什麼差異 其實那個紙上面 充其量就是 敘述說 你曾經在哪個學校 學完多少學分嘛 然後上面有什麼 你的院長 你的校長幫你做簽名蓋章 背書一下 所以你們四年畢業之後 會收到一張畢業證書 大家A4後一點的紙張 就這麼一回事而已 那證照也是一樣嘛 反正你考完之後 表示說你具備有這方面相關能力 OK 所以年齡怎麼計算 剛剛這道題上以外講 你可以先把學號搬到A欄 所以選D欄之後 那選的時候記得喔 選還有選的技巧 你一定要把游標放在上面 有個黑色箭頭點一下 你不能隨便選 選一下 然後按右鍵減下 然後再選上面A欄 我要把這個放在這邊的話 再按 點一下之後按右鍵 就可以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那你的學號 就被搬到最前面了 一般其實 比如說你的學號 或者編號 或者是身分證字號 通常應該都會放在第一欄 這個是資料庫的一個基本的 算是習慣 好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學號 絕對不會重複 但是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用名字 名字 當然也可以 只是說名字有個風險 就是有沒有可能有同名同姓的人 有嘛 如果有的話 有可能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我想要找的東西 可能就找到 不是那麼正確的資料 所以通常會用學號 絕對不會重複 不可能說 你的學號跟我學號一模一樣 絕對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上個禮拜第二件事情 就是年齡 那年齡的話 其實我上禮拜有講兩種做法 一種是用Ear 一種是用Dative 那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也就是說 你有沒有管他生日有沒有到 像六月十一還沒到 所以就不能多算一歲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我講 因為這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他就是要看你要年滿才多一歲 所以你要年滿 也就是說 要到今年的六月十一 這個人才又多一歲 所以他生日還沒過 不能算一歲 如果你用Ear 他就不管那麼多 所以上個星期 我們用一個函數叫Dative Dative 這個函數比較特殊 他必須要自己打上去 跟其他的函數不太 其他函數直接插入可以選 像這邊有沒有 日期時間 這邊Date 或者其他函數 可以用選的 但是Dative比較特殊 這個當然你們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這有專利問題 這至於細節 你們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甚至你可以問一下那個什麼 現在很慌 什麼 ChartGPT 為什麼 Dative 函數 一定要自己打 你可以問問他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知道 因為現在好像 ChartGPT AIA好像被神話的很厲害 所以你可以查查看 會不會有查到一些答案 那三個星期就是Dative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Date加Dif 錢瓜符 然後如果要算他年齡的話 就是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 比較前面的日期 就是他的生日 逗點 第二個的話就是跟哪一個日期比較 就是比較後面日期 跟今天 今天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Today 然後Today後面加一個小瓜符 逗點 那你要比什麼 我要比相差幾年 那他有一個參數名稱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就是雙引號裡面加一個Y 後瓜符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加一個Y 就是相差幾年的意思 就是後面這個日期 減掉前面日期 那跟異爾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還會比說 他有沒有年滿 比如說他生日到了沒有 沒有的話呢 就不能多算一年 OK 那這樣的話理論上 我們按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公式可能要記一下 OK 那你想說 當然你可以怎麼講 觸類旁通 如果你要算相差幾個月的話 如果你要算相差幾個月的話 那顧名思義嘛 你可以改 比方Y Y的話是一個月 對不對 如果你要 比如說我想知道 今天跟他的生日相差幾個月 我們就不算他出生幾年 而是相差幾個月的話 那你可以改什麼 應該很直覺 你可以改M M的話就慢死 你看如果相差幾千的話 那你可以改成D 也就是說 如果想知道 這個人出生到今天為止 他到底活了幾天 你可以用D 假設打勾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人活了 他的年齡是1968的6月11號的話 他已經活了 19,980天了 OK 那當然 如果你要算他活了幾歲的話 那你可以加一個Y 有沒有 然後打個勾 這樣的話就幾歲 他54歲 那 跟奕爾 上個禮拜提到 那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什麼 這個啦 如果我把他生日改成2月 2月11應該過了對不對 如果過了 他就會加一歲 就變55歲 有沒有 如果沒有過 6月11還沒過 所以他還是54歲 所以特別注意 Dedif 他只會 就是說 他會管你的生日有沒有到 如果到就多一歲 如果沒到就不多一歲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跟另外我上禮拜介紹那個 易爾函數不一樣 易爾函數是 反正不管 2023-1968 反正減完是55 就55了 他也不管說有沒有生日到了 所以 可能要針對不同的邏輯 給不同的函數 向下填滿 所以特別說 做完這個工資後 快點兩下 在這個儲存格的 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叫做 控點 有沒有 這控點 快點兩下 就向下填滿了 所以你會發現 快點兩下 他會自動幫你把底下的東西完成 那你就算完了耶 OK 你會發現 這件事情就OK了 哪怕你的員工是 10萬個 20萬 更多人 沒差 反正 一樣 立刻就完成 那他主要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控點下來之後 自動把C2變成C3 有沒有 就等於是抓另外的生日 再跟今天比 比今年 有沒有 比完之後 一樣 1975年 48 OK 那所以上個禮拜 第一件事情 應該就完成了 那第二個的話 其他當然呢 其他的題目 如果你想 了解的話 可以自己再 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做的內容 當然 主要是參考 那個證照考試的104題 所以你可以 看一下第104題 就這一題 他難易度是中 然後 大家打開這個題目 然後他剛剛講的第一個 把學號搬到A欄 有沒有 就減下 我剛剛做了 第二個 年齡部分呢 利用Dedif 然後最後的話 要加幾歲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後面 希望出現的不是54 而是54歲 那方法 我也講了兩個 你可以在這邊 後面加一個end歲 但是 正照考試 他不是要你這樣做 他是希望你用格式 還記得嗎 格式的話 記得 1 把這個範圍全選 我建議是 油標放 但你不要這樣選 因為這樣選要跑很久 我一般習慣是 郵標先放스D2 然後選到底下的話是Ctrl Shift向下 繼續選到 反正管他幾比 它好像到120 對 如果它差不多12000 更多都沒划 反正他就選到鼻彩 你就不用傻傻的一直往下 얃 好像等到大的 所以記得一個快速鍵叫做Ctrl Shift向下 油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選到底之後呢 把它加個稅 按右鍵儲存格式 然後怎麼加稅很簡單 把它自訂一下 先找到0 0就是它裡面的數字 後面再加個稅 記得前後一定要先雙以後 表示它是文字 然後再打一個稅 好 這樣子按確定就OK了 有沒有 那 跟各位講喔 這個格式 其實在ESALE裡面就是表面上看起來的樣子 表面上喔 那實際上呢 表面上看起來是54歲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存在ESALE裡面還是54 它只是為了讓一般使用者看到 比較能夠理解 這個是年齡 但是它並沒有更改裡面的資料 反正它存54 表面上看到54歲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試著 把上個星期的部分呢 先 複習一下 然後 後面的話當然它還有其他的 所以 它這邊有提到 第一 我們上個禮拜講講這個 後面其實 再來就是 也是頒 然後最後的話 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使用這個函數 叫做Count if Count if函數 然後去計算上課人數 上課人數 我上禮拜有提到過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算什麼 算這個 好像是這個吧 這邊有個叫開課期別 上課人數 比如說上這個班的到底有多少人 那我怎麼知道 當然你不用傻傻的自己在那邊 我看上這個資料 這個是學員資料 那上哪一班這邊有 OK 那我講過 C04 你想說 如果上哪個班別 C04 這個班別 有幾個人 當然如果你不會用康義福的話 那你就只能夠怎麼 一個 兩個 有沒有 然後呢 還有沒有 兩個 三個 看到了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不做了 那太少了 那你就慢慢算 跟各位講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如果你會 Count if 一點都不需要算 馬上就有答案了 所以 如果你假設將來 要比對某個範圍 某些資料的數量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會用 Count if 像還有 Count if還可以做什麼 Count if還可以比較 兩個範圍資料 到底有沒有哪些 不一樣的地方 有沒有 我常看到有上班 不用Count if 在那邊自己 用眼睛慢慢比對 太累了啦 真的 我覺得有些時候 工作還是要愉快一點 就是說你還是要會一些 比較輕鬆的方法 你希望不要用眼睛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部分 這一題先了解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把剛剛講到的資料 先準備好 網址就是GG.GG斜線 然後PPT to Excel 2就是2 PPT to Excel